腰肌老损和腰背在弯腰的时候疼 实际上都属于这种老损的疾病 腰肌老损更多的是指腰背部的伸直 维持咱们升职状态这个树脊肌的老损 这个老损的话一般来说是和站姿坐姿是相关的 有一些人的话尤其是这种长期站立工作的 比如说收缘员这种 也有的一些是长期坐着工作的这种职员 他的坐姿不良站姿不良 很容易造成这个肌肉的疲劳 所谓老损就是说这个肌肉过度的疲劳 得不到重分的放松而引起的 那么跟姿势不良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一旦发生这种 这个腰肌老损有这个症状的话 医生一般建议他改善坐姿和站姿 同时的话呢就会告诉他 晚上睡一晚床 因为睡西蒙斯这种比较软的西蒙斯这种这个床啊 床垫实际上呢是并不容易使这个 症状的肌肉放松的 我们建议是睡一满床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容易使 老损的这个肌肉更放松一些 如果有严重的症状的 也可以 附助的吃一些放松肌肉的药 包括一些止疼药等等 这样的话呢就能 使这个症状彻底缓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